那么柯文哲上任后火速拆除了是中校西路公车专用道 那么台中市长林佳龙也批BRT市场骗局 就连嘉义市长图醒哲也要废除BRT的公车专用道 各县市政府一连串拿公车开刀的举动 那么交通部也泼冷水了警告地方政府 因为交通部从99年开始 补助各地方政府发展公共运输 如果地方闲置或拆除交通部不排除 追讨该项补助款 后续也不会再持续补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